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 上海有好消息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上海公開說 清零目標指日可待 抗疫 已經取得階段性的成果 疫情的傳播指數 由當初的2.27 下降到現在的1.23 我們早日實現社會緬清零的目標指日可待 實際上不是這樣 為甚麼 在星期二 這個晚上 本身就打算迎接星期三的 全面清零快可以解封了 誰知道 上海 浦東 浦西等地突然間 大規模的風路 包括行人路 封路規模很大 直接用一個大的鐵絲網 中了地下1米深 然後 人過不了 全部都過不了 除非你強行攀過去 網民提供一些照片 說他的鐵裝打入地下 差不多1米深 上海很多馬路都被攔腰截斷 星期三 上海市衛健院的官員在疫情發佈會上宣布 全市疫情 這幾天 呈下降趨勢 單日新增報告100例以上的街震 已經連續三天降低了 社區擴散得到有效的壓制 但是 星期二晚 竟然大部分的道路 都被 架設了鐵絲網 施工人員不斷在做 一直一直來 現在 是真真正正的封城 為甚麼呢 我們其實昨天做了一支節目告訴大家 這個情況是一定會出現的 為甚麼呢 因為浦東和浦西 都是 傳統的住宅區和新的住宅區 所以 他們主要是封住這些住宅區 居民 你反正住的就不要出街啦 他們現在主要的 是開放金山區和鳳燕區 因為這兩個是工業區 工人要做事 你們不做事不是工人 不要到處走啦 還是在家裏繼續留吧 這個真的很嚴重 我們詳細說這件事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啦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 口比頻道 月費贊助 記得我們的 直播是逢星期二晚上8點到11點 我們希望大家 用免費模式支持 為甚麼我們一直都不直播呢 我們其實不想收大家的錢 因為YouTube吃水好心 收三食 今天不太划算 如果大家 可以盡量用免費模式 就免費模式 無限量幫我們看廣告 這個對我們的 幫助會比較大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我沒時間 老子有很多錢 謝謝你 你可以PayPal給我們 PayPal比較好 15%手續費 當然PayMe 或是銀號戶口 我們也有 但因為不可以公開 我們已經被封了兩個戶口 我們被封了一個PayPal帳戶口 英國的PayPal被封了 香港的兩個銀行戶口 香港的一個PayMe 封了 所以我們也不方便公開的 大家真的有 錢多到用不用 分錢給我們 私底下 跟我們聯絡 多謝大家支持 繼續說回 現在 上海的居民報告就說 他們表面上官員出來稱讚自己抗疫成功 但是為甚麼你們突然是封路的 民眾 都很不了解 說一套做一套的 當然 民眾不了解就是他們對國情的不了解 他們不是對政府的不了解 因為我們很明白的 中共從來都是說一套做一套的 他說要保障人民 他說 我們國家是保護人民的 人民子弟兵是要保護人民的 但是這麼多年以來 人民子弟兵 他的窗口從來都是對來 沒有對外的 是不是 有多少場仗是向外的 沒有 全部都是向外的 上海敏行區 也都突然封路了 另外還有很多地方 包括浦東 家定 他說 警車也過不了 因為 一封了下去 整條路 什麼人都封不了 也過不了 不只是普通人 警車也開不了 這些其實全部是打了在地上 打裝 根本就不是防疫 現在 他說 他在哪裡都有 這是全市統一的行動 是一夜之間完成 封路的地區 包括葡萄區 敏行區 家定區 基本上 那裏是黨政機關的地方 沒有封路的地方 無論是黨政機關就沒有封路 其他 全部都有 然後他們就有人搜尋了八道地圖 除了長嶺區 黃埔區 除匯區 大部分地區之外 其他十幾個區 都出現了封路情況 上海 周袍的一個婦女就說 當時的鐵絲網 在3月28日就鋪設過 後來 已經用全新的鐵絲網取代了 現在更加堅固 官方雖然說會很快解封 但是現在的跡象顯示 不單止是不會 還會越來越嚴重 封的地方也會越來越多 他們就有人說 他們很多時候 將反而 測到陰性的人轉移 逼了他們去到杭州 他們那群人全副武裝 只有跟著他們的女兒一起 來了幾個大壩 將那些 陰性的人全部轉走 反而陽性的人全部都留在家 其實他們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 他們一測下去 大部分的人是陽性的 太多人陽性 運走 不如屬性運走陰性 這個解釋 我覺得是最合理的 就是說 大規模的檢測 大規模的封城 其實不單止沒有辦法讓病毒大規模擴散 沒有辦法阻止病毒 而病毒還是變本加厲的擴散 當然他們隱瞞數字 這個數字不斷地慢慢射下 每次就射下 每次射下 但是他們的舉動 可以告訴大家 情況是相反 他們竟然加強了封路 封路的地方更多了 第二 他們 是把所有 他們現在開始抓人到隔離 是抓一些陰性的人去隔離 而不是抓一些陽性的去隔離 唯一解釋就是陽性的太多 多到他們弄也弄不了 唯一不如這樣 把陰性的運走就可以了 起碼保護這些陰性 這是他們 共產黨官員的想法 說回 昨天 星期四 上海衛健委公佈 過去一天新增超過18000宗 本土的個案 其中 2634宗確診病例 超過15000宗無症狀感染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個確診病例數字越升越多 最初是百多二百 三百四百五百 八百一千 千多二千 現在到二千六百多 反而無症狀感染的個案一直減低 即是說 其實他瞞不了 確診數字是真真正正正上升 而這個無症狀感染是作的 當然數字也是有所虛構的 但是 因為這個確診是最重要的 所以 這些應該是重症病人 或者是 不能遮掩 遮掩 即是說 這次數字上越來越多 他說之前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 有五百多人 有五十九人 由 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 其實全部都是確診的 無症狀感染就是確診 只是拆開兩條數 即是說你多少歲啊 我18歲 零360個月 即是多少歲 即是 好老好老 360個月是30年了 因為他才12個月 即是他多少歲啊 他48歲 即是他48歲 他說我18歲 零360個月 大家明白了 然後 他說新增了8宗的 本土死亡病例 平均年齡是77.5歲 最大的患者是93歲 患者本身有關心病 高血壓 等不同的疾病 入院之後 病程加重 搶救無後 死亡 這個死亡原因 也是因為基礎疾病所指 之前上海公佈新增7人死亡 本來上海公佈新增7人死亡 都是在醫院等死 凍死 餓死 病死 就不是武漢肺炎而死 現在上海 出現的情況也挺令人擔憂 即是說他的反其道而行 證明 疫症 他們不單止沒有左團 還是大規模在這個 社區 爆發 但是他們 又強行開封金山區 以及 馮延區 主要是因為要工人開工 總之你死你戰 你開工 你在那裏睡覺 不要走 但是一把居民封住 居民 也沒有辦法出來的 因為被人封住了 就算你陽性也好 整條村陽性也好 過多一兩星期會自己康復 問題 他們將一些陰性的主義到杭州 到了杭州 會不會又在杭州感染呢 尤其是本身未必是陰性的 可能有兩三天潛伏期 然後到了杭州才爆發出來 這個也未定 所以 現在真的甚麼也有機會發生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